来 来 就 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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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国家的街市中 能够从许多方面感受到 这个国家的兴衰与教会 因此 想要了解一个国家 皆是不可不看 多行 多看 多问 而后细细思索 便会更多地了解到 这个国家的真实情苦 冬佑 你怎么了 心里难受 为什么 夫子已经名闻天下了 可今天竟然居身 做了人家的家臣 真不好 赵大夫 颇受齐军系列 由他出面推荐 或许能够得到齐军的重用 我个人的名声受些损害没什么 如果齐军能够用我 我将帮助国君尽快地返回路 夫子 你快来看 请问佛主 假缴何以如此之多 犯罪的人多 被砍病缴的自然已多 碰上大刑罚 这些还不够卖的呢 刑法不足以制止犯罪 如果推行礼制 便不会有这样多的夹角可卖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 不卖夹角 我干什么去啊 霍主 这些夹角如此精致 可见你手艺不凡 如用这样的手艺制作礼器 乐器或生活用物 你也会过得不错 甚至会更好 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便是得海盐之力 我们用海盐与各国 换取齐国所需物品 海盐由日晒而成 也可烧煮而成 尚卿大夫 你把我带到此处 不会是教我学晒海盐的吧 你来到齐国有何想法 齐国皆是繁荣 人口众多 处处透出泱泱大国的风采 但是 国人不乏奢侈狡诈 重力而轻易 天下之人 又谁不图私利 就说那些严民吧 他们下考烈日 动貌风寒 中年劳作 为了什么 为了利 管仲曾说过 商人被盗奸行 夜以继日 千里而不怕原者 利在前也 愚人下海 顶拨逆流 风浪险恶而不拒折 利在谁也 所以利之所在 虽千人高山不必其难 万丈深渊不必其险 因此 对于利 为政者应该因事利盗 奢侈狡诈 确实令人厌恶 而重力轻易是有道理的 如果人人都重力轻易 便不能忠诚为国 灾难来临时 也不能挺身而出 我在街市上 见到齐国有许多卖假缴的 可见齐国犯罪之多 从古至今 犯罪之人 其手段虽有所不同 但大都是因为过分的 贪求私利而走险 由此可见 人既可为利而劳作 也会为利而走险 走险者 既有害于他人 也有害于国家 因此 不能过分地崇尚重力而轻易 反之 应该极力地教化臣民 重义而轻易 这样做 是合乎周理的 而齐国缺少的 恰恰是周理 因实足而知荣辱 不 人如果一无所依 实无所实 如何言离讲义呢 重力虽然不合周理 但齐桓公却赖此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重力轻易 只能强生一时 却不能永远强生 齐国已经不如过去了 这是为什么 另外 陈大夫的富有 已经超过了齐军 这又是为什么 正是因为缺少周理的缘故 正是因为缺少周理的缘故 听人说 尚清大夫曾讲过 齐国之政将要归于臣氏了 哦 陈大夫的事情 无论你听到什么 只当从来没有听说过罢了 书我直言 你的学问品行 果然非常出众 但是 有些事情 你却 难以应付 因为我不想见你受到任何伤害 才这样说的 如果君上任用了你 你将如何治理齐国呢 恢复周理 唯有这样 国人才不会如此重力轻易 大夫才不会负于君上 君上才不会挥霍奢侈 君臣父子才能各宜名分 国家才会出现长久的安定 我说的不对吗 尚清大夫 我自幼便非常敬佩你的学问与为人 实才所言 如果有什么不妥 还请你不必有什么顾虑 直言不讳的指出 你想得太好了